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国防预算申请额达5兆日元增2.6% 创历史新高 中国8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创新低 美国国务院巡赏500万美元 追起重要中国毒贩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全球超过2亿1000万人确诊 超过452万人病逝 今早有哪些疫情动态 首批BNT将迟到飞机尚未起飞 最快名称运抵台湾 台湾AZ往下达到23岁 BNT预约18到22岁优先 7.1.2病毒变种已在九国发现 传播性更强 欧盟将美国等六国从安全旅行名单中删除 全台240万名学生今天迎来开学首日 国小一年级新生自行上学会紧张 考量防疫北市未开放家长陪同 不过大家国小新生仅50多人 新生家长如果有疫苗接种证明 或是PCR快筛阴性证明 就可以申请陪同孩子入校 时隔三个多月以来 终于迎来了开学了 那现在大家国小呢 也是将学校的防疫做到最足 小孩进校的时候 除了手部的温度计 还有手消毒脚消毒 而大家国小的校长 也是在一早的时候 就已经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入校 我学生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对对然后他们讲说长三公分的 校长李仲慧表达看到学生的开心 开学第一天 有些小孩害怕上学嚎头大哭 不过很多小孩也很期待开学 所以是很期待回来学校 是期待学校哪个部分呢 就是跟朋友玩体育课 比较期待体育课 可是现在体育课都要戴着口罩 他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不会啊 有啊 他睡觉前的时候会一直说 我可以不要上课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就是都会陪着他 那让他比较安心一点 家长在教室外 伸长脖子看着孩子上课 虽然北市大部分学校 不开放家长入内 不过大家国小一年级新生 只有两个班级 新生家长如果有三卡 疫苗接种小黄卡 或是PCR快筛阴性证明 就可以申请开学陪伴孩子入校 终于可以上学了 好开心 因为在学校他还是可以学习 毕竟还是比家里的环境好 也可以就在操场上面跟同学玩 这样子 就是百分之百把这个防疫的事情做好 让小朋友可以安心来上课 家长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有20位小朋友防疫假 所以我们会线上跟实体做混成式的教学 这样子 家长陪同孩子进校需要准备三卡 不过如果没有三卡 也没有关系 学校准备的专案条分流道路 可以将家长领导到这个家长接送缓冲区 在未完全进到校园内开设缓冲区 让防疫开学更便利 新台湾亚太电视 陈辉摩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导 国际动态 美国总统拜登在台北实践精神 针对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全国演说 拜登说撤军是正确决定 并且要应对来自中俄的威胁 这就是我们的印象 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明白 这世界是改化 我们我们在沉默上的专门 中中国 我们在沉默上的挑战 几个面子专门跟Russia 我们在沉默上的特殊 和中央的特殊 我们要确定 美国是达聪励 这些新的挑战 拜登說美軍在這次阿富汗撤離行動 中共協助超過12萬人撤離阿富汗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空中撤離行動 他說對於想要離開阿富汗的美國人 目前已經有90%安全撤離 而剩下的美國公民 美國政府仍然會幫助他們離開阿富汗 他重申 美國當初出兵阿富汗的目的是保護美國的利益 而不是去重建一個國家 另外外媒路透社發布民調稱 五成一受訪者不贊同拜登的撤軍方式 認為美軍撤軍前 應該先將所有美國公民 與阿富汗盟友撤離 美軍結束撤離行動 阿富汗難民的處境也受到關注 我們前進美國賓州沸城 帶您了解 數百名阿富汗難民 從清晨開始抵達沸城國際機場 此機場是白宮指定的 在美國接收逃離塔利班的阿富汗難民的第二個機場 我們有一個團結的夥伴 在國際、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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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在一種目標 就是做到我們最最最好的 提供一個美麗的歡迎 機場為避難者設立了臨時的醫療診所 COVID-19測試和疫苗接種點 同時提供食物、日用品 還給孩子們準備了玩具 HIGHS Pennsylvania是一家提供難民安置 和移民法律服務的機構 也是幫助重新安置阿富汗難民的組織之一 該組織的辦公室經理 默罕默德、薩迪德的妻子 和五個年幼的孩子回國探亲 在塔利班占領阿富汗時被困在阿富汗 他的家人在卡布爾機場自殺式爆炸事件發生前 成功登上了前往德國的飛機 薩迪德不知他的家人何時能來到美國 但他決心盡力幫助新來的家庭 HIGHS Pennsylvania執行董事 凱瑟琳·米勒·威爾遜說 最大的挑戰是為難民尋找住房 米勒·威爾遜表示 他們也希望費城的酒店業 提供打折的酒店房間 由於疫情 公寓價格暴漲 所以他們正在與房東會面 討論降低難民租金的可能 新唐人費城記者站報導 美國撤軍阿富汗後美中緊張關係持續受矚目 美國氣候特使凱瑞已經在昨天晚間抵達中國天津 今天上午凱瑞透過視訊與日本環境大臣小泉勁次郎進行會談 討論氣候以及再生能源議題 前一天凱瑞海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舉行高層會談 美日兩國同意敦速中國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量 接下來凱瑞將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謝振華會晤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 凱瑞此行將施壓中共暫停國際燃煤投資 這已經是凱瑞出任氣候特使之後第二次訪問中國 立法院新會期展開今天舉行立委報導 再也立委表示將對於政府總預算與防疫缺失進行強力監督 這個會期是個預算會期 所以國民黨會強力監督 因為稅入稅初高達兩兆兩千億 所有民兵會為民眾做好把關的工作 即將開始的會期 我們必須處理很多重大法案以及預算 中央政總預算 110年度中央總預算 國民事會預算 還有今年度國民事會預算也還沒完成 府備建議預算要經過特別預算 這換言之說必須在下個新的開始的會期裡面 完成這些事項 立法院新會期立委在這兩天陸續完成報導 媒體關注各黨團問政重點 同時國民黨團不排除 背格蘇貞昌施政報告 對此民進黨團喊話 朝野不要只有惡鬥應該理性問政做稱職的在野黨 事調機構集邦科技 31日最新報告指出 第二季全球晶圓代工產值充上244.07億美元 連8季創新高 即增6.2% 台積電穩居業界龍頭地位 隨著公布應求態勢延續 加上漲價效應延續 期望看好本季晶圓代工產值持續衝高 連9季寫新高 南韓媒體的ELEC報導 即台積電傳出調漲晶圓代工價格後 南韓的三星和KEY FUNDRE也決定漲價 調漲幅度在15%到20%時間4到5個月後生效 中國8月官方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A 均創下18個月新低 中共統計局週二公布數據顯示 8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濟指數 由7月的50.4下跌至50.1 8月非製造業務活動指數 比7月大幅下降5.8個百分點 為百分之47.5 外傳台速越南合進鋼廠 為防疫封廠 合進鋼廠大股東中鋼表示 9月2日至5日是越南國慶連續假日 長方才超前部署 並不是封廠 只是鼓勵越籍員工 盡量留在廠區 新唐爾雅台電視整理報導 盤點中共的最新威脅 台灣國防部公布軍力報告書加強反制 另外年收入200萬台幣以上的中國民眾 恐成為被中共財富調節的對象 更多內容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玉星科技集團迎接二十週年紀 為韓國三億金工永久合作夥伴 提供各式工業零件 台灣製造 客製化服務 滿足客戶需求 玉星生技整合生技相關產品 榮獲經濟部優良廠商 你欺負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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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試試看 哈 JD 你欺負販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无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欢迎回来 日本防卫省决定将 2022年国防预算提升到 5.4兆日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对此中共跳脚并口出威胁 另外今天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 11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报告中盘点中共的最新威胁 中共持续对台文攻武嚇 国防部9月1号发布 11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盘点中共的最新威胁 报告提到 中共的联合勤监政能力 掌握巴士海峡 南海等外籍基建动态 并在台海周边 海空域常态部署 电阵机 无人机等 全盘掌握台军式动态 另外中共的通资电作战能力 以初步具备 瘫痪我方防空 制海以及反制作战体系 对国军造成严重威胁 太空航空还有水面舰艇 还有未来无人机都是他的这些电子作战的一些兵力的主力 那其实依照我们的研究 中共很早就在推动所谓国防动员舰 包括商轮还有渡轮 海上民兵的部分 两栖作战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 台湾军方加强反制 发展多年的雄神飞弹首次正式出现在国防部报告中 雄神飞弹是由雄风二型反舰飞弹 改良为地对地公用的巡弋飞弹 另外除了最近的帕拉丁自走炮 海马斯多管火箭 暗制鱼叉飞弹等军购以外 预算书还提到了TF-46购买三款远距精准飞弹 为康定级巡防舰升级防空飞弹和征收设备 购买用于侦察且具有打击能力的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 以及打造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 以干扰可能入侵的无人机 即使中共威胁增加 报告强调评估中共尚未完全具备全面犯台的作战能力 台湾海峡其实相对是比较宽的 那台海中台湾本岛的登陆场有限 大概14个四核登陆 但是纵深又前短 所以敌人登陆成功的话 他的部队难以展开 而且是会聚集在一起 所以这种火力就更容易予以压制跟摧毁或见面 尽管中共加强实战化训练 但受限台湾地理环境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 国防部评估仍不具备全面犯台战力 国防部也持续精进远程打击能量反制中共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 郑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的威胁日益增加 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昨天表示 台湾越来越重视建构自身国防战力和威胁能力 美国与盟邦对于台湾所遭遇的威胁也日益重视 台湾犹如冷战时期的富尔达缺口 是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秩序的关键 美国前印太助理防长薛瑞福31日视讯出席凯达格兰论坛表示 美国保卫台湾不只是因为友谊紧密贸易关系 法律义务依赖台湾半导体 而是台湾如同冷战时期确保西欧不会沦陷的富尔达缺口 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薛瑞福说如果无法守住台湾 那么琉球岛链 宫古海峡 日本和台湾以南所有这些地区都会变得异常困难 也将危及第二岛链与大洋洲 维持南海的自由航行也将非常困难 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何野克骏表示 台湾与日本都在世界安全的前线 薛瑞福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阿富汗警告台湾 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讯息战打垮台湾意志 但美军撤离阿富汗将有更多预算和部队投入印太地区 他引用美国智库民调显示 52%赞成美军协防台湾 而且美国的盟友伙伴也更严肃看待台湾可能的突发事件 他透露川普政府国防策略很大程度被拜登政府的国防部延续 已开始沙盘推演与中共在台海的现实作战策略 更强大喝阻中共防止战争 薛瑞福观察中国共产党军力快速扩张 但1979年后未曾作战的战力让他存疑 他认为台湾的军事能力持续增加走在正确道路 也更严肃对待竞争局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张东旭台湾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将在1号审议 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根据军委会公布的文本 法案要求美方继续支持台湾增强自我防卫的能力 并谴责中共对台湾不断增加的胁迫与侵略行为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站公布 将在美东时间1号 针对众院版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审议 法案草案全文共507页 提到台湾30次 其中在第1242条文中指出 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加的胁迫和侵略性行为 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的期待被盗而取 法案内容表示美国应该继续支持台湾透过军售的方式 获得足够的国防力量 并及时回应和审查台湾对国防物品和服务的要求 与台湾进行实地训练和军事演习 还有确保美台国防官员在战略政策和职能层级的交流等 另外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主席利德30号在新英格兰东南部防卫产业联盟视讯会议上表示 美方想要阻止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活动 今年7月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高票数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中除了要求美国国防部维持足以恫吓中共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能力 也对美台增进防卫合作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中 分析共军的通知电作战能力对台湾国防威胁胜据 对此专家也指出中共在电子战方面曾遭遇美军重大压制 虽经过25年的投入后 但跟美军的实力还是有差距 自电池权是中共它一直在强调的 特别是在96飞弹危机的时候 遭遇到美军的电池压制 所以它雷达完全失效 就像电池坏掉一样 就看到一片片白白的雪花 25年之间中共就是由系统 有计划的投资这种电子战力 但是美军在电子战这一块 已经经营了将近70年左右 万一中共要进行军事冒险的话 那么美国的这种电子战的能力应该可以有效压制共军 专家指出美军反制中共的电子战 除了以电子压制等等软杀手段外 还有一种硬杀就是以飞弹等攻击中共的直管通信中信等硬体设备 软硬杀的组合圈可以彻底瓦解中共的军事网络 让对手看不到也听不到 只能挨打 中共官媒解释高收入定义收入200万台币以上的中国民众 恐成被调节对象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分享给全世界 是号风存在的价值 号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与新药开发 牛张之分析认证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号风生技 Zy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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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台灣與台灣將互設代表處 中共多次放話做政治與經濟施壓 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 近日致函立陶宛外長藍斯伯吉斯 肯定立陶宛與台灣的關係發展 拉斯穆森指出 歐洲因團結一致 應對中共的龐大壓力 另外美國參議員盧比歐 週二致函聲援立陶宛總統 盧比歐表示他讚賞立陶宛 讓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 他說各界因支持 台灣人民決定如何被稱呼的權利 中共當局日前提出 共同富裕政策 稱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中共官媒釋出高收入的標準 指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 約台幣215萬就算高收入 恐將成為被調節對象 中共日前提出 共同富裕政策 稱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中國經濟週刊報道 引述中共國家統計局局長林基哲說法 連收入50萬元人民幣以上 可認定為高收入家庭 報道也引述學者看法 超過當地平均收入三倍以上的人 就算是高收入 官方要打著共同富裕的民意 要以強制的手段來遏制這種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 進行財富的再分配 要割有錢人的韭菜了 外媒彭博報導 中共當局已將浙江指定為共同富裕政策的試點 浙江選是阿里巴巴和吉利集團等大型企業所在地 私營企業占全省生產總值的66% 中國十大富豪中有四人都在浙江杭州開展業務 中共官方稱將以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 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時事評論員分析中產階級首當其衝 官方說要調節的是高收入而不是高資產 這個調節的方法是稅務社保和轉移支付 稅務和社保這兩塊 它基本上就只能夠是針對到中產階級的 這次對中產階層的這種收割 它很有可能最終是會補貼到兩類人的身上 一類人是更窮的人 另一類人是更富有的人 彭博專欄作家舒曼撰文指出 中共當局提出的共同富裕 以及一系列的產業鎮壓政策引發恐慌 抑制經濟創新活力 新政策等於掐死中國經濟發展 新唐人 亞太電視 林家瑋 張雲廷 綜合報導 日前 中共官媒集體轉發一篇評論文章 稱中國各領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 一切阻擋都將被拋棄 這篇文章被外界視為是新聞各宣言 來看分析報導 這兩天中國大陸一篇題為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 正在進行的文章引發震動 這篇文章最初由一個微信公眾號發表 但過後被人民網 新華網 央視網等一線黨媒轉發 因為文章文革式的用詞 以及黨媒罕見的集體轉發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篇風向標示的文章 標誌運動就要來了 這篇文章即使不能比作開啟文革的516通知 至少也相當於姚文元的 憑新編歷史劇《海瑞八關》 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娛樂圈的亂象說起 稱中國的娛樂圈爛透了 如果再不整治 整個文化圈 文藝圈也都爛透了 文章點名最近一干被整治的藝人 包括趙薇 鄭爽 高曉松等人 文章指出 最近當局對明星飯圈的動作 顯然是一次政治行動 各地都必須從政治的高度來認識 文章的第二部分從娛樂圈橫向的聯繫到 當局近來對大金融資本的整頓 包括螞蟻上市被叫停 阿里巴巴被罰和滴滴被查 還提到了當局最新強調的 共同富裕道路 文章說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告訴我們 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從經濟領域 金融領域 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 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這裡革命的說法耐人尋味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認為 中共現在要革的是改革開放的命 那這次革命的話 革命完了之後結果回到哪呢 革了改革開放的命的話 等於是回到了這個改革開放以前 就是文革以前 中共被稱為權貴資本主義也好 或者中共搞的那種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好 那麼現在的話呢 準備全面的向社會主義回歸了 也就是向這個共同貧窮 馬列主義的政黨來這個回歸 為真相互航 為沉默發聲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亞太電視五天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會 2021第九屆新唐人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 致力于弘扬传统古典舞艺术 全球参赛选手于9月2日至9月5日 汇聚纽约Sugar Law表演艺术中心 切磋记忆一展才华 9月5日决赛当天 新唐人中英文电视及网络全程直播 负赛和决赛每场售票30元